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帝内经有言 过百岁能劳其身 虽然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甚可因此而延长人的生命 但过百能劳又有几何 现代文明的发达反而淹没了许多古文化的珍藏 在这些珍藏中对天地人的认知和关怀无所不在 而这些智识对如何开发人类的潜能更有详实的阐述 气气的转化便在其中 一 气气转化 人体内的气机就是真气 元气 五行气等各种气 在体内的运行和转化 如下面的气气转化图所示 炼功中是形体和灵体两个生命体在相互转化 人的形体和灵体都有气海 形体是气海 灵体是气海 所谓气海俗称丹田 形体和灵体的两个气海就是气机的转化之处 人体分上胶 中胶和下胶三个部分 横隔膜以上是上胶 横隔膜以下 其以上包括肝 胆 脾 胃为中胶 其以下为下胶 人体的精华和废物都由下胶储藏和排放 也通过下胶而转化 人的消耗漏泻之所都在下胶 人在年轻时小腹是平坦的 一旦步入中老年 小腹开始突出 这是内脏气机不足而造成的下垂 都是从下胶开始 为防止这种衰老现象就必须维持气机的充足 要维持气机的充足 就必须能做到采气储能 气气转化 人有时神和元神分别存在于形体和灵体中 气气转化需要时神和元神的沟通 人类智商的高低也是由此二者决定 孔子说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讲的就是元神和时神 元神所有的是我们每个人天生的智慧 是生而知之 时神的知识是由我们后天所积累而来的 是学而知之 每个人智慧的高低和领悟力的强弱 跟元神有关 而后天受教育学的知识就跟时神有关 我们在练功当中 元神和时神中间有一个桥 像一条电线 在时神关闭的时候 元神的灵感就出现 像很多女人有第六感 也就是所谓的灵感 这不是来自于想象 而是用感觉得到的 现代人所说的灵感与后天知识的积累完全不同 像科学家的发明就是由灵感而起 才有新的创造发明 例如牛顿 那么多人中为什么偏偏只有他能发现地心引力和万有引力 又如有特异功能的人 诸如此类 真可说是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如果关闭灵体 只靠形体的话 那么知识的传播和记忆能力就只是单一性的了 当我们接触到什么 就有什么知识积累 不可能多一点点 所以能力不会多 很多人后天的知识不多 可是有另一部分的知识来源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 宗教称之为灵感 人的生命孕育和成长经历了两套生长规律 在母体内经由先天气的转化 造成细胞的裂变 而有头脊椎五脏六腑和四肢百孩的生长形成 这时灵体大于形体 属于阳包阴的状态 是先天的生长规律 有再生和修补的能力 等期待减断有了思维欲望后 原有的身躯器官只能增大 不能再造 此为阴包阳的状态 在此状态下 人就开始不断的消耗 而失去再生的能力 我们练功就是要从后天返先天 回到阳包阴 也就是灵包形的状态 才能有再生和修补的能力 阴包阳就是说 你的身体包了你的灵体 你的灵体完全是处于被动的状态 不能采气 也不能聚气 为使灵形护化 练功时手中入镜 也就是大脑不想事情 关闭思维 而后开启石神通往原神的桥 才能启动我们另一个生命系统的灵体 以灵为主 以形为辅 回到阳包阴 灵包形的状况 也就是不遇 不律 不思 不动的先天状态 我们一定要在灵包形的这种情况下 才能采气聚气 透过形体练功用力 以弓施弓 以气行弓 把气海对气海 使体力气力互相转化 也就是阴阳转化 气机转化 把所采的先天的真气 转化成后天的元气 元气的增加 才能修补 攻击人体内所需的五脏六腑之气 这样才能达到再造的功能 否则神伞 气伞 精疲力尽 无法再造 练功达到菱形护化时 就不会感觉到累 尤其进入气动现象时 反而觉得身体舒适 聚气时体力就用得少 就像倒吃甘蔗 渐入佳境 气动只是体会气机的感觉 好比开车 刚发动而已 初学到了一定程度 过了开动的第一关 就好像冲过一条线 上了一个台阶 也有人练功练得满头大汗 可是并不一定有气动 是否气动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运用气机的变化 以功施功 以气行功 促使两个状态的一运一化 这就是运化功的精要所在 三 真气与元气的差别 从气气的转化 我们可以了解真气不同于元气 一为先天气 一为后天气 一存于灵体 一存于形体 真气与元气结合了五脏六腑的护化 而丹田和气海的气气护化 要靠练功时的收复提纲来辅助 真气与五脏有关 元气与五脏有关 真气转化为五行气 运行于五脏之间 元气转化为五行气 运行于五腑之间 元气要靠饮食来补充 而食物必须要靠五腑来分解 吸收 排泄及解毒 才能转化为水谷精华 补充元气 就跟汽车燃烧汽油 车子才有动力一样 而燃烧汽油的机械部分容易损耗 这就是为什么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五腑开始损耗出毛病 真气则要靠采气储能 来补充先天之气 真气足 五脏的功能才运行顺畅 五脏与五腑两者是互动的 五腑要靠五脏的原动力 来推动和运化 才能起耗能运化的作用 真气与元气充沛 才能使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气 和气在脏腑间运行顺畅 五行相生相克 有其护化性 所谓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脏腑与五行对应 大肠与肺 筋对应 肺功能不好 大肠的蠕动就不好 胃与皮 土相关 胃是靠皮的推动来消化 肾 水与膀胱对应 肝 木与胆相照 心 火与小肠相应 心脏功能欠佳会影响小肠的吸收 这就是真气 元气与五行气之间的关系 四 其他人体内之气 除了真气 元气 五行气之外 人体内还存有五股气 人吃五股杂粮会产生气 在人体的五腑内运行 刺激五股气 一般人很少有不病的 人体生病就是体内的五脏六腑 或四肢百骸开始腐蚀病变 这种情形就如同把肉放入塑料袋中 予以封口 再放在太阳光下观察 很快的肉开始腐坏而产生气 这就是病气 病气在人体内一般来说是看不到不动的 会阻塞气的运行 所以病人会觉得头昏脑胀 或肠里胃里有胀痛感 那是因为病气阻塞所致 此外还有胀气 胀气是饮食消化不良所产生的气 当存气多排气少时 胀气也就预行厉害 刚动过手术的人 如果当天不排气 就不能吃固体食物 医生也不准出院 最后则是浊气 所谓轻者上升 浊者下降 浊气应往下行 由下胶释放 也就是排气 胀气会借打嗝从上而出 当胀气不出 顶到胃时 甚至会想呕吐 有时练功也会有想呕吐的现象 此是胃不好的关系 当呕吐感消失了 胃气也就理顺了 5.气的定向作用 知道了各种气在人体的作用和影响后 还必须了解气的定向作用 其变化完全操之于人的情绪 当人满怀喜悦时 气血向外释放 全身发热而满面红光 当人生气时 气血内收而面色苍白 此一收一放的作用 完全受情绪所支配 可见情绪对气血运行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所以在我们练功修身的同时 还要注意日常的养性 唯有修身养性双管齐下 才能掌握生命的方向 从后天运返先天 采气储能 恢复修补和再生能力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